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周一的Costco看到油价又上涨了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通货膨胀 只能够靠寻找一些特价商品来节省开支了 即使在Costco现在打折的力度也不如从前了 在食品区整条的牛里脊肉每一包减25元 但这个牛里脊肉原价是49块9毛9一公斤 每一条都在3公斤左右 减完25元也要40多加币1公斤 这个是适合用来烧烤的里脊牛排肉 原价是68块9毛9一公斤 本周每一盒减12元 即使打完折这个价格对我来讲还是太贵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这个野生的青鱼也称为马娇鱼 原价是11块9毛9一公斤 本周每一盒减了5元 这个鱼的产地是挪威 其蛋白质含量丰富 但对微生物的入侵也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买回去之后要尽快的食用 本周的鸡大腿肉 以及带骨的鸡上腿肉也是有折扣 但是这个打折的鸡肉 它不是有机的 本周这两种鸡肉都是每一盒减了3元 这个产自厄瓜多尔的有头白虾 目前没有特价 17块9毛9一公斤 看到店内今天上架的都很新鲜 这个虾特别适合蒜火锅 或者是做油焖大虾 比另一款去头的大虾要好吃很多 一包1.36公斤的巴沙鱼柳 这种鱼它是养殖的 本周减4元后的价格是12元 华人非常喜爱的这个扇贝肉也称袋子 本周打折的这个一袋680克 里面有18到23粒 扇贝肉味道鲜美 怎么做都好吃 本周每一包减6元后的价格是22块9毛9 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包装上面写着是铲子日本 Costco这个经典的螺旋大火腿 原价是8块9毛9一公斤 一个大约5公斤左右 目前是每一包减10元 这个一组两包的纯肉香肠 它的味道是中等辣度的 只需微不如加热一下即可 一组两包一共1.5公斤 目前每一组优惠了3.5元 本周好几种冷冻的鸡肉鸡块都在打折 这个是脆皮的炸鸡刺 今天趁着打折买了一盒 这个一袋1.2公斤 大约有16个鸡刺 我用蒸烤箱的空气炸功能烤了一下 外皮很酥脆 里面的鸡肉也软嫩 味道和炸鸡垫的不相上下 本周每一盒优惠了3.5元 这个一盒1.3公斤的炸鸡块 它是由五股的鸡大腿肉 配以调料裹着面包碎炸至而成 有一点像盐酥鸡 里面还配有芥末酱以及威士忌酱 本周减4元后的价格是14块9毛9 感觉这个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这个一大盒1.7公斤的烤鸡翅膀 简单的用烤箱加热一下味道还不错 本周这一大盒减5元后的价格是18块9毛9 一盒30个的香草味夹心冰淇淋 每一个是独立的包装190毫升 虽然不是很甜但味道也不特别的惊艳 本期每一盒减了4元 这个是由有机的厄力油制成的蛋黄酱 其他的配料鸡蛋以及白醋和芥末也都是有机的 它比传统的蛋黄酱口感更浓郁一些 也更健康 所以价格也略贵 一瓶946毫升减3元后的价格是8块9毛9 再为大家介绍一些本周打折的生活用品 这个一组两件的儿童旅行箱套装非常可爱 黄色的设计成小蜜蜂 蓝色的设计成一只可爱的小鸟 18寸的旅行箱拉杆可以伸出来调节高度 下面的直排轮小朋友使用的时候也很方便 18英寸的背包带有双肩带以及双向臂和拉索 这一套本周浸减20元后的价格是49块9毛9 这个是可以放在衣橱里面的收纳盒 它里面的隔板可以调节 方便用来收纳袜子领带以及内衣等衣物 一组6个目前清仓特价19块9毛7 这个竹子制的收纳盒是用来收纳保鲜袋的 一组4个目前清仓特价14块9毛7 这套收纳盒我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Postco售卖的食品保鲜袋都有一个很不错的包装纸盒了 这个是用来收纳鞋子的塑料盒 它的特点是可以堆叠一组4个目前清仓特价24块9毛7 这个是由油木制成的托盘套装 可以用来盛装开胃菜 我觉得大的用来做菜板也可以 最大的一个直径是38厘米 4个小托盘都是17.5厘米建方的 但是这个材质的只能手洗 目前减6元后的价格是23块9毛9 随着天气的转暖 春季的服装开始特价了 这个是女士的一套两件的鱼衣 目前店内有绿色蓝色和橙色选择 这个鱼衣的质量还真是不错 它具有热风接缝 可以很好的防水 上衣的胸前带有一个口袋 还有一个带抽绳的隐藏式帽兜 目前清仓特价49块9毛7 鞋爱户外运动的可以备一套 我身高1米62 体重128磅 穿小号的刚刚好 Kevin Klein品牌的这个女士夹克 目前只有大号和超大号 这个品牌的服饰很受欢迎 我所在的温莎门店 清仓特价仅19块9毛7 打折的这款轻便的女士夹克 它采用的是网眼提花弹力面料 就是通常很多朋友都喜爱的防晒衣 夹克上面还有反光的自标 这个面料还有吸湿排汗的效果 店内四个颜色当中我觉得黄色比较好看 目前特价减4元后仅12块9毛9 这组新上架一组两支的不锈钢水杯 还没有打折呢就已经被人们抢得七七八八了 看了一下评论才发现 原来这个水杯在TikTok上已经被人们炒得非常火了 它不但保温而且防漏效果好 水杯盖可以在开口式和吸管式之间转换 而且Costco两支的价格和外面一支的一样 不过我看了一下样品感觉盖子特别的紧 不是太方便 康迪克这个一组三支的儿童塑料水杯 这个新款带有喷嘴保护盖 可以防止灰尘和污垢进入 这个水杯的密封效果也好 给孩子外出带着也放心饮用 本周减5元后的价格是15元 这个一组三瓶的洗碗液 它带有一个喷雾桩以及两个替换桩 这个洗碗液适合手洗时使用 它能够完成喷洒、擦拭、冲洗 在没有接触水的情况下 也能够产生丰富的泡沫 这组洗碗喷雾 本周减2.5元后的价格是9块9毛9 这个用于洗碗机 可以和洗碗剂一起使用的漂洗剂 一大瓶946毫升 本周减4元后的价格是9块9毛9 这个一组内两套的水牙线套装 已经好久没有打折了 它里面还有一个性能全面的洗牙器 和一个便利型的洗牙器 还包含两组5个伏件吸头 以及用于收纳的旅行袋 标准装的上面盖子还可以自行收纳 使用水牙线能够有效地去除牙菌斑 也能够改善牙龈的健康 它能够去除牙缝深处和牙银下方 刷牙及使用牙线无法处击的地方 本期利减23元后的价格是66块9毛9 欧肉币106核的这个牙线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备 每次刷牙后使用牙线 可以深层的清洁牙齿中间的缝隙 减少细菌的滋生避免蛀牙 这个牙线每一小盒长40米 可以使用3个月左右 上面所带的清新的薄荷香 在清洁牙齿之后还能够留下清新的口气 本月优惠4元后的价格是15块9毛9 本周特价的护肤保健品也是不少 这个斯塔福一瓶一生的润肤乳 是适合全家人使用的经典润肤乳液 它的成分里面不含有任何的香料 温和不刺激 经常使用能够保湿滋养肌肤 能够有效地改善皮肤干燥的现象 这一大瓶既可以做面霜 又可以做身体乳 本期减5元后的价格是14块9毛9 同样是斯塔福的日常面部保湿霜 这一款不但质地轻盈 它还具有50倍的广浦UVA和UVB的防载功效 一组三支减6元后的价格是24元 也是韦伯公司的这个一瓶180粒的胶原蛋白片 它所含的生物活性胶原蛋白多态 可以减少眼睛周围的细纹 以及皮肤的深层褶皱 有规律的摄入胶原蛋白 能够维持肌肤头发以及指甲的健康 本期减6元后的价格是19块9毛9 加拿大健美生集团的维C咀嚼片 这不是普通的维生素C 它在里面加了心 它能够为身体提供双重的保障 增加抵抗力 口感酸酸甜甜 好像糖果一样 一瓶400粒 本周优惠3.5元后是12块4毛9 Costco最吸引人们的就是户外花圃了 尽管才4月中旬 但是花圃内的花卉还真是不少 这个12寸大小的盆栽花卉 目前的价格是14块9毛9 同样是12英寸大小的这个五彩缤纷的吊花 目前价格是18块9毛9 我觉得现在买盆栽的花卉还是有点早 但店内的这些小树以及灌木倒是可以入手了 Costco的这些树木要比其他的花圃便宜很多 但是种类还是比较有限 而且种树木要提早的做好庭院规划 特别是这些根茎的玫瑰 种在什么地方 以及要多少阳光的照射都有很多的讲究的 如果没有太多时间打理庭院 可以买这种可以种在室内的花卉 像这个9.5英寸的水鲜花也是不错 目前的价格是12块9毛9 这个独特的编织柳 看着非常让人赏心悦目 尽管目前49块9毛9 但是看到好多人都买 好 本期的特价商品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